歡迎收看二分之一牆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漂亮哥 好奇怪喔 為什麼男人呢 都要我們每一件事情講得清清楚楚 才會知道我們要什麼呢 為什麼就不能我們這樣 你就知道我們在想什麼 不是 你就明講嘛 你暗示幹嘛呢 我又不是你肚子裡的蛔蟲 對不對 你想什麼我怎麼會知道 難道我會讀新書嗎 我會 有的時候女人是暗示你呢 是給你男人一點機會 好不好 所以人家怎麼說你就要聽得懂 不是說 是給你什麼樣的眼神 你要讀得懂 察言觀色就是男人最重要的課題 真的 那我們今天也請到了三位 這三位是幹嘛呢 你挑明著說 他絕對不說 到底是哪三位呢 歡迎我們的女人團 歡迎 也是我光明磊落 對啊 誰光明磊落了 我們一直都光明磊落 我跟你講你們處處展現的心機 首先你看老紅的鞋子 怎樣啦 那個就是他今天的心機 總是不是年紀大了對不對 總要在其他地方散啊 年紀大就要穿金帶銀嗎 不都是這樣 好的 到底穿金帶銀對不對 這個是他在給你什麼樣的暗示呢 暗示 歡迎我們的聯合國行男 第一組 充滿歡樂活力的外國行男 是來自美國的安卓 與瑞士的馬丁 第二組 禁酷十足的是來自日本的夢多 與巴基斯坦的米威 第三組 極具青春俏筆的是來自美國的賈斯汀 與瑞士的安德烈 最後一組 是我們的本土代表侯昌明與Jason 而當仁夫與外國行男團 遇到女人的暗示時 會有什麼不同的反應啊 我們要來問一下我們的女人團 你們覺得男人要懂得你們的心思 很難嗎 老紅 我覺得其實不會耶 因為其實只要稍微 注意用心一點 從頭到尾就是平常一小動作 注意一下 然後那個生活用品 多看兩眼 應該都可以明白的 但是我覺得差別在於哪裡 就是婚前跟婚後 婚前呢 男朋友會比較注意 可是婚後呢 因為老公心裡頭可能 你根本就已經不是 排第一位了 所以他根本就會容易 忽略 你們還好意思這樣講 有了孩子之後 你們才老公當成垃圾呢 沒錯 老公更麻煩了 你們婚前都在騙婚 真... 真材實料的真面目 出到後面才出來的 不是 可是很... 等一下 可是很嚴重耶 是因為婚前 我們反倒沒有住在一起 婚後我們是住在一起 我日常生活要用什麼 還一問三不知耶 對啊 你不覺得那這種人就是 所以你看 你們感情都不好 是不是 我們是婚前住在一起 婚後就不想住一起了耶 那你... 那你現在奶奶的東西都放哪兒嗎 大概 我都知道啦 十之三次 十之三次呢 十之三次 那另外的六跟七 我大概就是 要稍微問一下 是不是 你們都結婚這麼久了 那劉旅蓉呢 我覺得一點都不難喔 而且我覺得男生 你只要夠用心 夠歪堂也夠投入 其實我覺得眼神這種東西啊 就是給你們的一個台階 哇 哇 我覺得你的眼神帶著刀耶 對 他那個眼神啊 都需要台階吧 尤其是你們在外面聚餐的時候 什麼 聚餐 原來是聚會很多朋友的時候 對 我們要看得懂臉色 我們就不會不給你面子 是 那可白呢 我覺得應該是說他夠仔細的話 就連你咳嗽 他都知道你想要幹嘛 要喝水 咳嗽就吃藥啊 咳嗽要喝水 咳嗽要拿藥 咳嗽要拿藥 對啊 咳嗽要拿藥 好 好 好 就他要夠愛你 就是夠仔細 其實一點都不難 他就是你只要咳嗽 他都知道你想要做什麼事 應該這麼良好 要對你有用心 對 其實要了解米可白應該不難 為什麼 因為他生活閱歷很淺啊 太淺了 太淺了 瓜哥的前兩位比 那不一樣 對 比較起來那跟的是有差 小心講話 是 那麼要問我們的男生朋友們 你們覺得女人的暗示很難懂嗎 會的請舉圈 不會請舉叉 很難 昌明哥好有自信喔 不會 很難懂嗎 那你過來這邊坐 難懂是舉圈是嗎 對啊 不是越來越多了 太累了啦 你講完每個小圈了 等一下你們是 沒有 如果要用一個東西來比喻 你們會比喻嗎 馬丁 我 如果我要說女人 我就是說 對 重 humble 因為 你看女生 他們 對 然後這重點就是 畫很多 畫很多啊 然後重點就是說 你們的意思 你們有是說 說要 然後又是有不要 然後說 說Yes 然後意思就是 怎麼 然後就是 我們一直就是要踩 然後 然後 然後就是想一個廂師 就是寬很多很長 然後很深的這個意思 彎來彎去 但我覺得馬丁講得也很對 就像腸子一樣 女生就像有用不完的宿便 也從來都清不完 他們那種情緒喔 你要清那個就要 你的意思是說 你回家會跟小命說 小命就像是宿便一樣 你會這樣子講的 在家裡當然不敢 今天是男人的殿堂 大家就要發揮一下 要團結 所謂的宿便是前一個晚上 沒有清掉的 你為什麼讓你的老婆 有情緒到隔天呢 我很想跟她親 你講的也是有道理 對啊 但是我有試著聊 萬一她不願意聊的話 應該怎麼做 那你看你怎麼切入的那個 又或者是說她聊起來 台中槍讓你啼笑皆非呢 有可能嘛 這樣就失去溝通的重點了 會這樣 可是重點為什麼會彎來彎去 就是其實一個頭講完 就應該懂 可是又不懂 然後就 所以我們就要接著 又要再講第二個 然後還是不懂 就要講第三個 很多話講白了就不好喝 不好喝 對不對 沒有那個氣氛 那個感覺 是 然後給你們機會表現 又不表現 要說我們像宿便 他們不果斷 為什麼你們都會把男人認為是 回常你的肚子 為什麼 為什麼要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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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常你的肚子 是不是 回重的肚子更難了解 你們就好好的講 清楚整段 你們要表達 為什麼只斷章取一張說 你應該懂吧 可是那這樣你們就沒有表現的機會 如果我們都把他講得這麼明白 那請問一下 你們就機器人而已啊 對 如果今天我覺得 昌明哥你錢賺得不夠 我一定會跟你說 昌明哥 你好辛苦喔 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存錢 買一個更好的東西 你要我這樣講 就是說昌明哥 你都沒有賺錢 你出去賺錢 你要選擇哪一個 不是 你這兩個不是 你這個是 攻擊力道不一樣 對 而且你這個例子 並不適用於昌明哥 昌明哥是 只要有錢 他就會想去賺 他不會不去的 對 對吧 對 他那不然就是說 昌明哥 這個月是幾月啊 六月是有一些節日嘛 對啊 然後那就講別的 那你就要去想啊 你還會想 有些節日的很多 根本不會這樣子啊 怎麼樣 最近 因為我爸六月三號生日 剛好我記得那天是靜音節 那天總算說 我六月起到生日 昌明哥你買一個禮物給我 這樣就很誇張啊 講白了不好 那最起碼有提示還算清楚啊 不是 起碼你會提示說 六月有節日 你自己想一下 你還會提示到 現在還不錯了 很多女生是模糊到 六月了 然後就走了 對 你這個太誇張了 有 怎麼沒有 逼不長的 還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還不曉得 想到八十歲 奇怪 八十年輕的也聽不懂回事 對 那我們來聽一下美國人的看法 賈斯汀 我 iPhone iPhone 手機啊 對 因為 這個iPhone 你買這個iPhone 要花很多錢 對 好 你買了完之後 你要去了解所有的功能 很多 也可以下載很多APP 要去了解他們 然後 他的iPhone會出很多問題 但是當你知道怎麼玩 那個手機啊 然後知道怎麼處理那些問題 Apple就出了一個更新的iPhone 更複雜 iOS問題 iOS 5 6 7 8 一直在搜尋 有聽懂對不對 越來越複雜 女人心海底針 對啦 超過啦 就是當他要抓透你的的時候 你們又變了 對 我覺得很奇怪喔 一下說我們是高科技產品 一下就說我們是豎便 對 莫差好大喔 是 放在豎便裡面的高科技產品 人都是會成長的嘛 也是會升級的啊 我不可能永遠 今天A不懂 一輩子A都不懂啊 對不對 我就A懂就往B走 B懂就往C走嘛 不要急著解釋 聽一下Mondo 好 對 覺得就是 女生就是 對 為了保護自己的想法跟立場 就是說講話改來改去 還有那個情緒 她講的東西就是 突然變 突然變 變 Mondo 我覺得女生 你們不知道你們自己要什麼 我們知道自己要什麼 嗯 但是因為就是你們不是那個什麼 要回家是嗎 什麼 就是因為你們一直不是那個什麼 所以我們就不想要去傷害你們 你懂嗎 我們會 我們會想要留一點顏面 然後有一點空間 讓你們自己去達到 我們可能會點你說 是不是可能要找一下工作了 就是一直就代表說 對啊 沒有收入 對 難不成我真的要說 我覺得你賺的沒有我多 我不想養你 不會是這樣吧 這樣說 就講那麼白就不好看啊 對啊 可是我們就是希望你成為那個什麼 所以才會想要 就是讓你們看顏色啊什麼 不是啊 那你們賺得多又怎麼不好呢 有什麼好 有什麼不好 跟自己交往就好啦 跟自己交往也是一種選擇啊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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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兵哥 來 你來 來 沒有啦 他擠得很窄 擠得很窄 我覺得 女人有時候就會像 廁所哪有石頭啊 廁所的 不是聖結石是不是 是的 比較舊款式的廁所 古早餵廁所 對 就 又臭又硬 然後你如果要跟那個 之後 他這個還講一個歇後語就對了 等一下這會噴的嗎 只有噴的 可以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你自己 有 又臭又硬都出來了 對 這樣就對了 更硬的來了 安卓 我覺得很像 珍珠 就是一顆珍珠在 深海裡面的 對 然後如果你想拿它 你必須進入黑暗 因為深海沒有陽光 對 然後你在那裡 你會看到平常看不到的東西 我覺得這聽起來蠻美的 我們知道一次也看不出來 安卓是外國人 但講的中文比你好聽太多 就這樣子嗎 真的 人家說你們的心思很難懂 你們覺得 男人的暗示比你們還難懂嗎 其實我覺得如起來 比我們沒有差到哪一處 像之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時候 有一次大概中午的時候 我就接到達明哥的電話 然後他就問我說今天忙不忙啊 然後我就說還好啊 然後他說那你們下午在公司 有要做什麼重要事情嗎 然後我就說也還好啊 就是平常的這些事情處理一下 然後他說是喔 那不忙的話 其實也沒有那麼多重要的事 要做對不對 我就說是啊 可是就是還是要上班啊 然後他就好 那就那就祝你上班愉快 他電話就掛 然後到了晚上就跟我講說 他說你難道聽不出來 我今天下午 其實是想要你請假來陪我嗎 要跑了 你剛剛在那邊說 我跟妳的說話 這個很難 這樣子是好怕 你聽得懂嗎 沒有 聽不懂 誰聽得懂他的意思是 我想說他迂迴什麼 對啊 你看他覺得很迷迴嗎 沒有 他那個迂迴 我們聽得懂是他想拔你 我是不曉得那時候 你們在一起沒有 在一起了 就是他 我們已經男女朋友了 想要因為他就默默掛他電話 然後晚上的時候 臉就有點臭 然後就說是發生什麼事了嗎 他就說你難道聽不出來 我今天中午其實打他給你 意思是希望你下午看 可不可以請假 然後我們一起出去走一走 對 達明哥可能 就這樣聽得出來嗎 比較傳統 比較含蓄 或者是達明哥當天 剛好本來要講名的時候 剛好自衝犯了你知道嗎 就 沒有 所以其實我的結論是 女人心海底針 但是 我交往過一個男朋友 他的狀況是這樣 我們發生一件事 就有一天晚上大概十點多吧 George哥香皂紙 是 他打給我 因為我們很好 然後十點多 他說妹啊 那個我們去哪裡哪裡 吃個東西聊個天好不好 然後我想說反正也沒有什麼事 現在也還早 然後我男朋友也在運動 什麼就說 Baby那我去吃個東西 頂多一兩個小時這樣 我說OK嗎 跟George哥 然後他就說 你是自由的個體 你要去哪就去哪 無所謂這樣 我想說那我也沒有想太多 因為大家都認識 都很熟 我就去了 然後去了大概十二點多 我就回我家 我沒有去找我男朋友 我就回我家 我就打電話給他 我說 你怎麼都沒有跟我聯絡 我說你在幹嘛什麼 他就開始不想跟我講話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然後他說我在忙 就這樣 他就把我的電話掛掉 然後大概隔半個小時吧 他就打給我說 我忙完了 你沒有話跟我講嗎 我想說 我要跟你講什麼 我說沒有什麼要跟你講 他說 我先去找你再說 他就要來找我 然後他一來我家 他二話不說 跳上床就說睡覺 他就這樣睡覺 然後我想說 你來 不是要跟我講事情嗎 你怎麼就這樣上床 一到你家就揪睡覺 對 這個 這企圖很明顯 他不是要跟我睡覺 他自己睡覺 他自己睡覺 他要跟你睡 但是已經 體力又完了 他會不會是另外一種暗示 不是 然後我就想說 那 他可能不想講累了吧 我也沒有想太多 因為我今天真的沒有做什麼事 我就說 那你就睡覺 我就睡我自己的 然後大概半夜兩點多吧 他就這樣輾轉難免 他就一直沒睡好 我也感覺到 他就突然坐起來就說 你家鑰匙給我 然後我說怎麼了 他說我肚子餓 半夜兩點多 你肚子餓 他就徒步從我家信義區 走到五分埔去吃宵夜 哇靠 這只有分手的人 才做得出來這種事情 他到凌晨 我不誇張 他到凌晨四點回我家 然後因為他一出門 我也睡不好 然後他一回來 我說你吃飽了 他就把燈打開 他說 你真的沒有話要跟我講嗎 我想說到底要講什麼 我不就跟你說 我跟George哥吃飯嗎 就進入鬼打牆的場景 然後他就開始 他說你都不懂嗎 難道你有時間 沒有辦法陪我 要跟陪我去吃飯 你也不會告訴我 你們是為了什麼 要去吃飯跟聊什麼內容 你都不會想要告訴我嗎 就放我一個人在家裡面 這樣是對的嗎 我想說 這是... 我不懂 就如果你是想要問這些內容 然後你覺得我沒有告訴你 你可以跟我講 你不用這樣跟我演一段戲 從十點多演到凌晨四點 還不睡覺 對 還睡覺 那可不可以 我的話 因為其實我都會跟我老公 固定晚上花十五分鐘 或三十分鐘的聊天 我就問他說 你覺得我最近有什麼地方 要改變嗎 他就說不會啊 很好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需不需要 那像家裡打掃的部分 因為是由我負責 我就說那 大概一個禮拜打掃 這樣可不可以 他說可以... 其實你想要什麼時候打掃都可以 他就這樣講 然後就覺得那其實他都沒有 抱怨我一些什麼 可是我發現 每到二到三天 我就會發現他拿著濕紙巾 在地板這樣那邊 來回叉來叉去 然後有一次 我們真的有一次吵架 他就突然跟我講說 而且他都... 其實他是本身有潔癖 但他都不跟我講 他那天吵架 他說你知道嗎 每一次我都是到三到四天 你不在家的時候 我自己一個人在家裡打掃 然後我就覺得他 就之前都不跟我講 然後等到吵架才跟我說 然後就嫌我說不夠乾淨 然後又嫌我說 衣櫥裡面衣服亂塞 對 妳也很妙 妳跟你老公結婚之前 都不知道妳要有跟我結屁 可是我老公都說沒關係 其實家裡這樣子也很棒 很漂亮 沒有什麼毛髮 都很乾淨 但他就是不明講 那他大概兩到三天 就自己偷偷在那邊擦地板 然後擦桌子 擦桌椅這樣 就是壓抑 有些別的男生會有別的做法 就是真的是罵人 但是他最起碼會自己 在地上擦地 就代表他還是心疼你的 沒有叫你去做這個事情 那你一開始就不要答應說 好 沒關係啊 可能他婚前 米可白每一天都在擦地 你婚後就每隔兩三天都擦地 又被他騙婚了是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女人都是騙子 什麼啊 我之前有寫一首歌 為什麼 為什麼女人都騙我 阿謙老師知道 所以我剛剛是想到這首歌 其實女老師呢 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是最真實的就是女生了 所以我們要來解密一下 好 那我們要來問一下 男人都說呢 女人的暗示太難懂了 所以製作單位呢 就歸納了六大原因 是的 好不好 我們讓女性朋友們 一一來為各位解開 好 我們先從第六個 第六個 可以一起 有這樣的事嗎 絕對有 怎麼會沒有 我跟你講 我們男人跟女人 道歉的機會太多了 因為女人不管什麼事 永遠都是對的 舉個例 比如說 應該就是在去年生日的時候 雅蘭生日 是 然後你知道 我們要很隆重的 幫他準備一個大禮 想來想去 到底他缺什麼 想不出來 我們想想不出來 我們直接問 買你需要的 你說什麼 我們就買了 雅蘭 你需要什麼東西 我說 沒有耶 什麼都不缺 那沒有 所以我就 理所當然的 我就 我就沒有 對 你先轉過去 你先轉過去 不是 連訂個燭光晚餐 都沒有嗎 沒有 蛋糕是一定有的啦 我跟妳說禮物 禮物這件事情 你真的要轉過去了 還有臉這樣講 不是 我告訴你 你光提 你還可以講啊 你光提說 你生日想要什麼 這個問題 就非常煞風景 對啊 結婚十三年了 我們還會這樣直接問 你需要什麼 我覺得 男人可貴 結婚十三年 是應該你知道 他想要什麼吧 你怎麼會 我的天啊 我沒有辦法看到你耶 那什麼 你沒有辦法看到我 真的嗎 你什麼什麼 什麼煞風景 你要想 我們交往四年結婚 然後十三年 之後 十七年 也就前面 送了十六年的東西了 一年當初要送 生日禮物 要送 送情人節禮物 還要送春節禮物 還有聖誕禮物 你能送多少東西啊 這個都要啊 最後呢 好 到了聖地天 因為他都沒講嘛 我想說 反正就切蛋糕 他很開心 然後到了晚上 聖地天那一天 已經過了 他臉馬上就變了 變臉了 為什麼 然後 當然我 你知道我這比較大條神經 我就 我想大概是累了 好像這樣睡吧 睡了隔天起床之後 這個臉怎麼 怎麼還是那麼臭 還是黑的 你怎麼了 他說 你真的 你真的 昨天什麼日子 我說聖地你生日啊 你一點點的表示都沒有 我說 不是 你不能這樣講 我每天都追問你 你要什麼 你缺什麼 我買給你 那你都跟我講 不用 我不缺 不用 不用 每一次都是不用 不用 所以我就 那我想說 心裡想說 你這老婆真的太體貼了 知道我們最近家用不夠 所以什麼都不用 那一次竹竹 他不理我的大概兩到三天 我每天跟他道歉個十八遍 對不起 我錯了 對不起 我現在補給你好不好 沒有用了 來不及了 我包紅包包 雙倍給你好不好 不要 所以這件事情 到最後我不曉得該怎麼辦 你知道 我們很誠意的道歉 就差跪下來 你那一天早上能醒來 我都覺得是意外 真的 你已經是犯了 是這樣嗎 靠天大罪了 如果達明哥是這樣子 你會怎樣 我真的會生氣 我那天晚上就叫他不要睡了 不會睡 你們要幹嘛 生孩子啊 不是 因為你連一點點 如果真的都沒有 那真的太誇張了 可是我們問了那麼多天 你們就明白講 我們就是直場子的 你要什麼 說 這一點我覺得是要幫 昌明哥講話 你們有沒有發現 你在講的時候 滿委屈的 對 但是後面都沒有什麼聲音 對 因為這件事情 有感覺嗎 我覺得 大家搞不好還會這樣認為 這就是要送禮物吧 真的是我錯了嗎 還是最起碼幾個小禮物 可是我們就覺得 是我們這樣問明啊 你就明講 你跟我講 你要什麼玄尼優包 我們也買了 真的道歉 我跟你講 真的只能等他氣消了啦 沒有什麼別的方法 因為像之前 我也是在晚上 然後肚子餓 然後剛好達明哥人在外面 然後我就打電話跟他說 那你回來的時候 順便幫我帶 賣麥當勞的套餐 是 然後好 他說 好 我知道了 然後電話就掛了 結果那時候 那好幾年前嘛 那麥當勞的套餐 也不過就六七個套餐嘛 對不對 是 他就能夠買到一個 我最不喜歡的套餐 買回來 然後我一看到那套餐 我就覺得 你哪一隻眼睛有看過 我吃這個套餐過 就我們就是一般 就是什麼禁納雞腿包嘛 那是最喜歡的嘛 你買個魚給我幹嘛 這個你就 我跟你誤會他 很歪 誤會了 我跟你講 因為你們在一起太久 他看你永遠在點三號餐 所以他覺得 這次你餓了 我應該給你一個驚喜 點一個你從來沒有點過的 沒錯 你懂得嗎 這就是我們去的地方嗎 你在製作聰明什麼 蛤 就這樣 對啊 這樣的角度不對嗎 而且這個乾冰 琢瓷的晚了一點喔 對 好厭喔 精準 而且我知道 雖然他真心道歉 可是我覺得是道歉 那個重點錯了 他一直覺得說 那我真對不起 我應該先問清楚 再買的 所以我沒有問清楚 他為這件事道歉 可是其實心裡火的是 你連問都不應該問 就應該要知道 可是妳可不可以 為什麼你們不直接講說 你幫我買一個套餐回來 我要幾號餐 為什麼你們那個幾號餐 你們都懶得說 為什麼 不是懶得說 他本來就應該要知道啊 不是 結果像他是個吃素的人 你買個肉給他是一樣的道理啊 是 我覺得我的婚姻還滿美滿的 真的嗎 對 挺好的 好好告訴我他要吃素 我們來看下一點 吹菜女孩要被你兇 夢多 這是夢多提供 對… 就是男女班要 因為我還沒結婚 所以就是還不知道 就是結婚後的事情 但是 男生跟女生交往 有一段事件之後呢 就是女生莫名其妙 就是看交往的時候 寶貝今天很漂亮啊 那個這個頭髮的顏色很適合 他們都很開心 但是呢 過了差不多兩三年之後 就是說 今天就是久久一次了 我想到說就是成長一下 讓他開心一下 今天好美喔 我說 你打個八字又怎麼了 沒有… 是不是… 他叫回你喔 是不是你偷吃了 你給…你的偷信拿來 你給我看 這也怕是在你身上的 有 我吃這個人 難道人長得帥也不行嗎 還要下面來 會不會是他面腔的問題 他… 因為他剛剛說 你的髮色很不錯啊 會不會是面腔不夠誠懇 沒有…就是我也很有誠意的 就是說 今天滿漂亮的 就是… 而且很自然喔 吃飯的時候 今天…對啊 你…那個皮膚好好 今天…對啊 要不要出去玩 可是你確定講這句話 眼睛看他 還是你在看後面的人 看後面的人 那就做不了你啦 沒有啦… 但是我是真的覺得 就是莫名其妙 就是我稱讚也不行 但是如果不講 稱讚他…不稱讚他 也會就是說 你都不會… 稱讚我一下嗎 對 我覺得很莫名其妙 要…不知道就是我們男生 要做到看好 這個是真的 對 這很難耶 像雅蘭每次喔 譬如說她的錄影 她就要穿一套衣服 然後照鏡子 然後轉身我說 我這套衣服怎麼樣 好看嗎 漂亮嗎 我說 超美 林志玲 然後她說 不誠懇 我說 蛤 不誠懇 對啊 不誠懇 然後她就要求 再一次 我說 我跟你講 我們怎麼誇讚都會被嫌 對 真的 真的 我們很難 你除了加林志玲 三個字就OK了 沒有沒有 因為她那個還 她那個還比較有指明說 你看我這套衣服怎麼樣 你最怕的是那種 你看看 Baby 你看我今天 是不是完了 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很扯啊 對 這很難 你說 你頭髮顏色還不錯喔 我三年都是這個怕 對 然後最後答案幾次 眉毛的眉毛 我八年都是這樣畫 對 你知道嗎 完全不知道是哪裡不對 對 你知道 最後你說 請問哪裡不一樣 她今天有畫淚帶 誰看得出來 誰看得出來 很淚淚 真的 非常中科 我們又不是你肚子裡的灰寵 完全不是 挖洞給我的笑容 其實我也有類似的 就是有一次我跟老婆 我們要一起去約會嘛 去看電影這樣子 然後因為她就是出門前 就打扮了一下 穿得很漂亮 很美的 所以我們出去 我也就是看著她了 欸 其實真的很漂亮喔 然後她就 不回我 不理我 然後就 好吧 算了 然後坐計程車 不講話 然後看完電影 就不 就是看電影就不講話嘛 然後看完電影 她才跟我說 欸 我剛剛想一下 她說 你上禮拜三 好像也有晚一點回家咧 妳是去哪裡了 找東西啦 我家班吧 然後她說 嗯 是嗎 可是你會加班那麼晚嗎 妳到底是做什麼 然後她說 妳怎麼知道啊 上禮拜四的 上禮拜的事 她說 這個很重要喔 妳到底是做什麼 妳是不是又去跟別的女生約會啊 她說是不是做什麼事 她說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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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道的 你們都好好講 不要說上禮拜三 你問我昨天早餐吃什麼 我都想不起來 這沒錯 我真的不知道 誰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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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想出來 就沒有啊 這種狀況常常會發生 有沒有 我也有一次 隨著科技越來越發達 彼此之間講話的時間會變得很少 因為大家常常在床上睡前 你不是跟對方聊天 你是其實在看手機 然後你常常看手機 你會越來一些Facebook的一些狀況 有些人會轉貼一些很有道理的文章 那天晚上我就看到了 你記得在睡前一定要跟你的另外一半說我愛你 萬一你睡一覺隔天起來看不到他 你會很後悔 對 我就覺得 這話我必須要跟我老婆講 我把自己放在那裡 我說老婆 好愛你 我真的沒有告訴你 其實我每天都好愛好愛你 好 我老婆聽了以後 你在跟誰講話 不是 這樣也有錯 我剛剛是在跟誰講 你那是跟誰MVP 你手機拿來給我看 我說沒有老婆我真的是愛你 我才跟你這樣講 你放屁 是誰 對 這種時候連講我愛你 都會被打槍 你要請問什麼時候該講 對啊 到底該怎麼說呢 是不是 我們家那個表現得還滿好的 每天起床都說 那也不用說你像誰正 你好正 然後我剪了頭髮我都不用告訴他 他都沒有講錯嗎 沒有 說沒有過 都沒有嗎 沒有 沒有 老婆妳好正 那都是講老公嗎 而且我覺得他觀察力超仔細的 我那天一回去剪完頭髮就 這妹喔 我說什麼啦 今天短頭髮好好看 我是短髮控 對不對 我就馬上心花開啊 對 要隨時自己結婚多久 結婚多久 結婚 結婚 你要上班三年吧 要上班三年吧 三年 三年 我也突然想說 對 我剛結婚多久 有很多事而已 明明男人是稱讚你們 或者是跟你們說我愛妳 對不對 為什麼聽到還不開心 為什麼 雨柔 就是我們家的版本 跟昌明哥的版本 雨柔你會喜歡誰的版本 當然是劉瑞姐 是不是 昌明哥你學一下 不是 因為我覺得你要稱讚 也要抓對時間 如果照你們剛剛講的內容 就是可能是他比如說 今天是一個 要出席一個什麼 他穿的衣服比平常不一樣 你就稱讚他漂亮 他會真的覺得自己很有自信 可是不是說素顏去買菜 你說他很漂亮 就那個時間是不對的 沒有 可是他是錄影啊 而且你平常 就本來就應該要偶爾 做一些這些事情 不是說很少突然做 當然會覺得很急 一定是小咪睡前她卸妝了 所以我講說愛她 她覺得我不行 她不行 可是可是 可是我覺得他們 剛剛講的那些稱讚 如果是對我 我覺得我都會接受 不會去懷疑他們做一些什麼事 可是我有碰到一個狀態 是她稱讚我 但我真的很不爽 她怎麼稱讚 就對男朋友是這樣 哎唷 寶寶 好可愛喔 最近肉肉的小胖子 大胖 不行 大過分 對啊 什麼小胖子 誰是小胖子 對啊 誰要當小胖子 可是他覺得你是稱讚 他覺得你好可愛 他覺得你變肉肉 好可愛 誰要 對啊 誰要 就像剛剛我進來的時候 那個管理員說 最近胖囉 我跟妳很熟嗎 你跟我們聊這個幹嘛 心裡… 她就是不會稱讚 我懂她的意思 這是老大的意思 她是不會 然後嘎嘎 是… 那是不翻白眼怎麼可以 對啊 老洪這邊有嗎 我就怕有時候稱讚 是好像有點痠 是 比如說有一天啊 我就是煮了湯嘛 然後呢 煮了雞湯 然後倒了一碗 然後公公盡盡的 拿去給達明 然後擺在桌上說 老公喝糖 然後他就突然要喝的時候 就說 對嘛 你看你今天這樣子多好 多溫柔啊 這樣就對了 然後你當下就覺得 我平常多兇 我平常是有多兇 我這樣子這樣 我這樣子就要被你拿出來講 等一下你平常有多兇那個 現在這個感覺是 對啊 老洪 就是你現在的嘴臉 對啊 是平常可以喝毒藥還是什麼嗎 可以喝個雞湯 你就要馬上 你今天這樣不錯 我就覺得 你就默默的讓他過去就好 你為什麼要特別把他講出來 那我覺得我下次這樣 就很尷尬 你知道嗎 就覺得那種稱讚 就好像不是很自然 對 沒有啦 他的意思 我們歸納是這樣啦 我最了解你 是不是發自內心 我會不知道嗎 對不對 說雅蘭姐長得像林志玲 比林志玲更漂亮 這個是發自內心的嗎 絕對發自內心 確定嗎 一定要咬死這個 這個不能退 不能退 這個退就完蛋 必須一點 心口不一 無極限 這個 心口不一 這是什麼意思呢 賈斯汀 之前我寫女朋友 我們 他說 他想去台中 所以我就陪他去台中 然後那天 我們要吃個飯 然後說 他問我 寶貝你今天想吃什麼 我就吃什麼 我說 我聽說這邊有一個很好吃的原住民菜 那個車程有點久啊 所以是 感覺是值得 然後到那邊 到門口 他看那個菜單 他就看完之後 他說 我們吃飯前 我們先走一走 附近很漂亮 好不好 好 好啊 應該可以走一走 我就會更餓 我們開始走 結果他看到一個 一個賣披薩的 他說 賣披薩的很棒耶 這邊 感覺很好吃耶 賣披薩 我說對啊 我們繼續走啊 繼續走 繼續走 結果他看到一個 賣義大利麵 他說 這餐廳好漂亮耶 義大利麵我最喜歡的 等一下我先看這邊 好漂亮 我說 你講啊 你講 他說 所以女生問你 你要吃什麼 不代表他那樣 他的意思是這個 其實他心裡早有定見 只是他不說出來 確實 看你男生 你會不會體悟到 所以你現在就知道 他說要吃原住民餐 就是義大利麵 但是也有沒有可能 他是真的聞到義大利麵 有烤披薩的香味 對 有可能 瞬間就餓了 也有可能 搞不好看那個原住民的菜 大家突然覺得不好吃 是 他不敢吃 比如說貝鼠對不對 我超期待 三腔肉 三腔肉 什麼都有好吃 還有 炒的蝸牛耶 炒的蝸牛耶 是… 所以他還是沒有搞懂 對 他就說還是不懂 好吃了蝸牛 還是不懂對不對 那… 他今天很難懂啊 因為 因為之前我有一次 我在日本嘛 我一個人去日本 然後 最後一天 我就是去住我朋友 女生朋友的家 因為就是 大家可以省一點錢 那因為我很男人 那時候有對象了嗎 有… 來 你來坐這裡 你來這邊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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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清楚 重點來了 是… 來了 好 在那邊 然後因為我是好男人 所以我先打給他 然後說 我… 可不可以在… 就是在我朋友家這樣子睡 然後他說 好啊 沒關係啊 就是反正你在日本啊 大家都需要幫忙啊 然後說 我不會生氣啊 然後就 好啊 OK 所以我就在那邊過了一點 然後 大概半年後嘛 我回來了 就是半年… 不是半年後 不是半年後 我回來了半年後 我回來了半年後 就是我們有一次 然後我們喬叫 然後喬得超鬆 然後他突然就是跟我說 不要以為我忘記你在日本 睡在女人家 不管有沒有發生什麼事 我就會把它當作 你真的有事 所以我現在也有一次機會 對 對 那一般來講呢 這樣子在女生家過夜 以日本的狀況來說 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不會發生事啊 一定會啊 會不會啊 不死啊你 有沒有我 小燕 你不要這樣過來 因為我一直想說 不要波及到你 嘿嘿 我好想問一個問題喔 是… 因為我聽我朋友講的 但我想要跟你求證一下 她說聽聲女人非常非常有禮貌 所以那檔子是完成了之後 女人會很客氣地跪在地上 謝謝 謝謝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不會喔 誰跟你講的 我朋友說的 沒有 沒有 沒有什麼可能 過夜哥都會說謝謝招待 謝謝招待 那個就是效果啦 就是一般的日本女生 在馬卡南節是說 謝謝你的服務 不要這樣講 不會喔 不會啦 看我A是很像人 大潭的意思 真的嗎 這個球賽什麼好棒 好緊張喔 好有禮貌喔 難道台灣人開始的時候 發音光臉嗎 不會 對 對啊 那結束你們會謝謝光臉 對 謝謝鳳婷 謝謝鳳婷 鳳婷 再來了 對啊 不會啦 對 對 還買舞送衣 他被激怒耶 不是 有的時候出去吃飯 我跟你講那個就是 大貨零頭的開始 哇 尤其是要選到 要一起有很多選擇性的時候 那天我還記得 小秘師跟我講說 我們要一起出去百貨公司吃飯 然後有很多美食的地方 我們特別到板級的樓上 有幾間餐廳都不錯 他就一直想 我就問他說你想吃什麼 他就說沒有關係 我吃什麼都可以 我說你看看 這裡有這個餐 這個餐 總共五間 是 他說沒關係看你想吃什麼 我想說那這樣好了 我們來刪去法 那我們就 一三五選一家好了 因為我 一三五 他就說 那我們吃第二間好了 然後刪去法 他選擇call in call out法 所以我就覺得奇怪 你想要吃這個的當下 你是不是就可以跟我說了 後來我再想一想 因為結了婚一切都要把它合理化 我覺得可能是我在問他 想要吃什麼的時候 他也在觀察在打分數 然後我做了決定的同時 他也做了決定 一切就變得合理化了 那出國旅遊的時候會發生嗎 出國旅遊 當然也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我在訂飯店房間的時候 我就說 我們這趟要去新加坡 你想要睡什麼樣子的飯店 我覺得住舒服一點 他說好 那一切交給你 你訂什麼我們就住什麼 就晚上熬夜 我開始去打那個trip visor 去開始訂 去開始想 我訂了一家五星級 好漂亮的一個飯店 好啊 早餐 裝潢 歐式風格 漂亮 然後我說老婆 我們住這個好不好 好漂亮喔 所以你要海景對不對 那是我換 訂一個有海景的 好 終於 好不容易訂到有海景 是 這個地方 游泳池是看不到邊的那種游泳池 所以你是希望有海景 然後游泳池要無邊際 是 好 那我再訂 游泳池無邊際 有海景 然後我再訂說 OK 老婆 那你看這一間都好了 你看這一間游泳池多漂亮 比較貴沒關係 我們難得出國吃 然後又有無邊際游泳池 他說 我覺得 你應該訂套房比較大 大家才可以 一家人都可以一起相處 我整個把電腦砸地上 你有這麼多要求 你為什麼不一開始 就直接先告訴我了呢 你想要住什麼樣子的房間 我們就可以再好好來訂 他一開始一定會覺得 你知道我們是一家大小 所以一定要訂套房嘛 然後再來就是我喜歡海 要有海邊啊 要有海景啊 再來游泳池 如果那一個小小圓圓的台灣 就有幹嘛去新加坡 可是沒有海邊 為什麼還一定要有游泳池呢 海景 後來我訂了套房 你知道他跟我講什麼嗎 怎麼樣 我想要住民宿耶 這樣接近大致啦 你給我個VILA好嗎 那我怎麼辦 我告訴你 一輩子就再來跟他玩這種 這好累喔 人生真的很有趣 再問一下結婚的安卓好了 OK 好 首先我要承認 我有一個壞習慣 就是我每次去超市 我會買一個新的購物袋 因為大家不是在家 有很多舊的購物袋嗎 對不對 那就是 我記得就是 我老婆有跟我說 老公你去超市的時候 你要記得帶舊購物袋 然後我說好啊 沒問題 然後我就去超市買東西 所以我就拿一個籃子 買牛奶 地帶麵包等等 對不對 然後我去開始結帳 我說啊 完了 我又完了那個舊購物袋 沒關係 我就買一個新的 對不對 然後我心裡有點恐懼說 哇 不過我老婆發現 我有又買一個新的購物袋 完蛋了 OK 所以我就結帳了 我就回家了 對不對 然後我老婆看到我買什麼 然後她說 老公 那是不是新的購物袋 她說 是啊 然後說 那你會生氣嗎 不會啊 還是 就是下次你要接的帶喔 但是 哇 你有看到它的眼神 好恐怖喔 我看到她心裡超不熟的 對 就這樣子 那個眼神是不是大概像 對面二號的眼神 沒有關係啊 對啊 哇 在洋裝裡面就有包的 對 是不是 會色飛鏢的 為什麼會心口不移 為什麼 不是心口不移 是你們應該知道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男生 他會把我們的心口不移 當作是理所當然的 比如說他們真的很想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忽略我們講的話 比方說 我不喜歡你們這些朋友 但是你今天要跟他們聚會 你一心知道 我不喜歡你這些朋友 但是你今天要跟他們聚會 然後你就開了頭說 我今天想要跟他們出去玩 晚一點 可能到結尾才會回家這樣 可以嗎 然後我們就說 可以啊 你看什麼就好 但他因為想去他就去了 他就把你當作是心口不移 他會覺得 那你就說不要啊 你為什麼回來還要跟我生氣 事前你就已經知道 我已經不喜歡 這些人 你還敢跟我提出這個要求 你是吃得雄心爆膽 是不是啊 對啊 所以這句話要聽得懂 那妳可白 那像我的話 因為其實我非常重視吃東西 這部分 就是我老公不用買什麼名貴的東西 給我都沒關係 但我大概一個禮拜 就要吃到 兩到三次大餐這樣子 妳的頻率這麼頻繁啊 就是一到三 因為我就很喜歡吃大餐 就是享受美食 享受美食這樣子 但我每次到晚上的時候 我就特別打電話 跟老公說 老公你今天晚上要吃什麼 他就說 因為我在暗示他 他說請他帶我去吃大餐 他就說 那就 我就 我就 然後我就自己一邊 就這樣默默在那邊 備料然後炒得整個油煙都是 所以他就 我就不懂他為什麼都不明白 因為我大概 有可能一個禮拜 會特別跟他講個三次 或兩次跟他一直告訴他說 請你帶我去吃東西 就是要懂你的心 但是 眼神暗示誰知道 眼神 眼神會說話嗎 說什麼話 我就順著你們 剛剛那個我來舉個例子好了 出門了 女人最愛說隨便這兩個字 這兩個字真的是一個 殺傷力很大的字 你以為我們男人 是那麼隨便的人 就是嘛 是不是 我們也很守針 不是 那一天我們出門了 在吃飯我就問他了 我說 今天怎麼樣 想吃些什麼東西 隨便 隨便 牛肉麵怎麼樣 隨便 隨便 滷肉飯好不好 隨便 你這樣講我真的是 那就蚵仔麵線好了 蚵仔麵線很爛 原來你真的不懂昌明哥嗎 他講的全部都是平民小吃 他不可能講到 牛排鐵板燒的 不可能 你等到頭髮白了 他也講不出來 是不是 所以你說 他是不是不懂我 他不懂你 他不懂我 為什麼一定要我們懂他呢 他也不懂我啊 所以 後來 我就講了 所有小吃夜市 通通講完一輪了 是 講到最後講到雞排好不好 雞排可以了吧 隨便 最後他就火了 你難道 沒有辦法從野城 看得出想吃牛排嗎 哇靠 哇 這怎麼看啊 所以眼珠子怎麼樣 你就寫牛排兩個字是不是 好 你們看得懂 只是你們 有的時候是這樣 是看情況 可以看得懂 你們想管才會看得懂 不想管的時候 你們就都假裝都看不懂 沒有...不能誤賴 還是你用一個眼神 我來猜猜看你想吃什麼 來 黑白接 黑白接 不是嗎 怎麼爛 怎麼便宜說什麼 什麼東西啦 我跟你講 其實是因為 我記得有一次 我兒子闖禍 在大賣場裡頭 把人家西瓜打破 然後呢 我跟達明哥 大概就是我跟達明哥 傑森這樣的距離 然後大家就都已經在看了 然後我們又是 大家就有指認出來 我們是誰這樣嘛 然後我兒子又跑過來 抱住我的大腿 然後大哭 因為他自己也嚇到了 然後這時候呢 我就不好意思 當著大眾的面前就說 那個宋達明... 我就叫不出口 因為我兒子就已經闖禍了嘛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看他 然後意思就是這樣 叫他過來 你知道嗎 我就講不出口又有距離 然後我就是一直用眼神 叫他說你過來... 就是週十三號 我要抱小孩 那你總要弄西瓜嘛 對不對 你把人家西... 那個西瓜弄得滿地都是 你知道我看到我眼珠 都會掉出來了喔 我已經暗示明示 結果達明哥把他撿起來吃嗎 是要我吃嗎 不是 他竟然可以在花車的那一口 繼續再挑西瓜 完全沒有看見我 繼續挑 達明哥一定會這樣 因為他是個愛面子的人 你知道嗎 那邊搞砸了 他一定馬上這樣 妳好嗎 對... 對... 沒錯 我都已經快要翻白眼了 他也都沒有感覺 所以我是他覺得 他就是故意的 可是我覺得你們女生也不公平 我記得有一年 我們在孩子的學校園遊會 然後園遊會 他有很多手作啊什麼對不對 然後就全部圍滿了所有的 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都在做 好啦 那有一個空位了 亞蘭就到我兒子就搶過去了 然後我兒子就坐下 就開始那邊 然後亞蘭就在旁邊這樣幫忙 弄... 我在大老遠的大約五十公尺處 我就可以直接看到 他在那個地方 我就走過去 我就很慌張 我說亞蘭 這是什麼啦 這是什麼啦 衣服穿幫是不是 然後呢 他說 亞蘭還跟我打招呼 他以為我在跟他打招呼 老婆說 怎麼 然後他... 我跟你講 我這樣足足跟他 默劇表演了十分鐘 十分鐘 他完全沒辦法體會 我在說什麼東西 因為他當這樣子在幫兒子 幫忙守住的時候 我已經看到他的 我在叫他 你衣服遮一下 你曝光啊 他旁邊全部爸爸媽媽 我能夠講 亞蘭你曝光啊 我不能喊嘛 好啦 那為什麼我們的眼神 女人就不能懂 為什麼...你懂嗎 那為什麼你們的眼神 我們一定要懂 你這時候就應該比眼啊 你那時候就應該比眼啊 他就以為要... 他就以為要... 其實滿難的喔 很難很難 我跟你講 真的很難 對啊 你就這樣一下 不是 因為人很多 是 我不曉得 但是我覺得 因為我怕會什麼呢 浴蓋彌彰嘛 我在那邊看他 那別人看到 這個顧慮也對 但是你跟他演了十分鐘 人家也看了十分鐘 沒有 那有人就 還是在很專心做他的手作 因為我沒有出聲音 沒有人知道我到了 我之前是有用過眼神暗示 但我老公是非常木納的人 所以我之後就沒有用 因為我之前有一次非常嚴重 是我剛好在邊跟他聊天邊吃藥 然後我就一吞藥的時候 我噎到 然後我就只扎眼睛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性感事 扎眼睛 這比你那個肚臍嚴重太多了吧 人物關天啊 這不是我感人重 我真的是噎到 然後... 你扎完眼睛老公馬上去洗熱水找嗎 沒有... 沒有 我老公 我就是扎眼睛 把我老公就看到我 然後他要默默走過來 繼續要跟電腦下棋 最後我 我噎到我整個臉都瘴 我老公看不懂 我差點被噎 你爬起來 你可以再扎一次我們看一下嗎 我真的覺得... 誰看得懂啊 這個經典 我沒辦法說話 你拿那個點藥水 因為... 你太受不了 然後整個胖了一聲 然後他還是默默打電腦 然後他都沒有發現 我一見女友嘛 他... 我們有一天一起去喝酒 然後問他你要喝什麼 他就這樣 哇 蠻複媚的 問你要喝什麼 你...你這樣 這什麼意思嘛 就是... 老東西 就是我以前喝什麼 現在就還是要喝什麼 那我就過去嘛 吃一杯紅酒給他說 幹嘛啊你 我是說維斯基啦 不是說紅酒啊 對啊 維斯基 怎麼知道啊 怎麼維斯基啊 對啊他要喝維斯基啊 是... 所以... 你們之前有講好暗號嗎 維斯基是這樣 然後紅酒是這樣 沒有啊 可是他哪一天就是對我來說 他說 那我去拿一杯紅酒給他 他就... 沒有啦 這是維斯基的意思嘛 對啊 那他以前都喝什麼 他都是白... 紅酒還是維斯基 但是我不知道哪天是什麼 那你為什麼呢 就有一次 我在外面有喝點酒很開心 可能找女朋友的時候 門一打開我跟他說 寶貝我們今晚來點刺激的 好不好啊 然後他就... 他就這樣子 那個... 伯母在睡覺嘛 好 那我們安安靜靜的跟刺激 他就這樣 好 然後慢慢靠過去的時候 他開始這樣 我可能就已經要那個的時候 然後... 出來了 結果... 伯母從衣櫃旁邊出現 這樣子 你們不要說乾淨 那你們忙 那我就先去休息 衣服記得要折好 我就... 我怕死 那個時候我已經穿得有點奇怪 就是... 已經... 把你砸起來 然後... 對... 對... 然後... 伯母突然出現 我說... 好 就大家都知道沒事啊 還好咧 可是... 這樣誰會判斷出來說 伯母在衣櫃後面 我真的看不懂 有點尷尬 超尷尬的 對啊 那語言的暗示是很難的嘛 喔... 對... 語言的暗示也是 你要什麼你就這樣 你不要什麼 你就不要跟我繞圈圈 每次他就是... 會經過... 就逛精品的時候 他就... 會想說 我覺得這個包包很好看 我說 是嗎 那你覺得你會想買嗎 那我想說 不要好 我覺得好貴 算了 我們省得我們 是 我就... OK 你真的是很棒的太太 算了 對 我就... 錯了 你真的跟我生日 那個有什麼不一樣啊 他說... 你還說我錯了 你剛剛罵他還滿大聲耶 但是這個就要買嗎 你不覺得剛剛後面 也是一片沒有聲音嗎 是嗎 對啊 你這時候要買喔 我覺得這時候該噴啊 對啊 這個女人的 其實在暗示你什麼 你怎麼不懂我 還不多在乎我一點 是這個問題啊 對啊 對啊 講得到嗎 各位行男們 很難 很難 太難了 真的這也是在暗示 我有一次我也是 一直在暗示我老婆她 都聽不懂 是 我那天晚上就是 因為那陣子可能比較累 然後晚上睡覺 就突然發現耳鳴 然後全身發麻 我沒有辦法動 通常這種狀況就是俗稱的 鬼壓床 然後 然後我就 因為我這種狀況 我發生過 人家想說這種狀況 你碰到你就要講髒話 去罵他 或是你要試著動 然後你要試著動一點點 你就開始越動越大 他在我旁邊 我眼睛違髒了 就看到他一直在看我 因為我已經出生 他要看看我 然後眼神 接著我神經病 他自己就在玩神經 因為我鬥不了 耳朵又很明 我就 因為你很想要用力動 但是你出的聲音 沒辦法 就是那樣子的聲音 他會不會覺得你在做什麼春夢 你十分鐘對不對 我覺得有可能 我也差不多五六分鐘 他都不理我 到最後他終於 你在幹什麼 還用一打有笑的 一打就把我搭起來 是 那六分鐘我流多少汗 如果他早一點懂我的話 他一定說你在夢裡到底是跟誰 他就懂我 是被鬼壓床 對啊 這個哪裡懂 因為你這樣 動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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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是暗示 來看第二個是什麼 愛問假設性問題 這個是安卓提供 我之前有一個女生朋友 他有問我就是 他說安卓 如果以後我們不當朋友 你會怎麼樣 這個很抽象的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對 這是什麼意思 當然我回答過 但是為什麼你會問我這個問題 就是說他這一期的會以前 就講到這裡了是嗎 還是 這個應該是意思是 如果我跟你分手 我還是希望可以跟你當朋友 會當朋友 會不會是這樣子 你們是男女朋友嗎 那時候 不是嘛 只是普通朋友 可能想要 那是不是他想要跟你在一起 對 對 應該是這樣子 對 但是我 那時候我沒有發覺 他只有兩個選擇 要嘛就是我們在一起 要嘛就是我們在一起 要嘛就是我們不要再聯絡 對 他是暗示性這個方面 對 這個暗示好難懂喔 對 真的 這顆就好像 那我們如果有一天 不一起吃燒餅油條 你覺得怎麼樣 那是燒餅你誰懂 對啊 吃什麼意思對不對 那你的來 昌明哥 你有碰過什麼 假設性的問題 我們假設性問題 那真的很無聊 因為呢 女生都會測試說 你到底是真心愛他的 還是怎麼樣 是不是放在心中 第一位的 所以呢 陳欣雅還問過一個問題 如果有一天 我跟你爸 調到河裡去 你怎麼回答 你有種 叫我跨嗎 就知道了 對不對 所以如果那個時候 我真的不曉得該怎麼回答 因為呢 如果我回答說 那就爸爸好了 因為爸爸從小 教育我成人 所以 是不是 我們要報恩 這個時候他會說 你真是沒有心啊 我要陪你走一輩子 你真是不愛我 但是反過來 有一次我就好 下次又問了 我換一個答案 我說 寶貝 你知道生命中 這是唯一的 沒有你我活不下去 你很不孝順耶 那你爸會提 是不是很難弄 對 他是找你麻煩啊 到底 我覺得他是應該那一天來啊 對 情緒作祟 這個錯誤錯誤在你第一次 回答的時候 為什麼 他第一次問你的時候 你怎麼樣都要說 一定是先救你 然後雅蘭姐就會說 不要啦 你要救你爸爸先 你要當一個孝順的孩子 你們 女人就是心中都有一套譜 因為像我之前 我以前男朋友 他剛跟我在一起 之前沒有多久 他剛跟上一個分手 然後他就會跟我 我們就會聊說 為了什麼原因分手這樣 因為在一起還滿久的 他就說沒有 就是因為在一起太久 然後覺得沒有愛了 所以我就覺得 我要當那個壞人 提出分手 可是分開之後就是 他真的對我太好了 可是 我就覺得很對不起他這樣 所以希望就是 我們共同朋友可以照顧他啊 什麼 就會聊到這些 剛開始的時候 然後有一次交往 就是一陣子 有一天我就無聊 突然就說 如果有一天喔 他又回來找你 然後你沒有女朋友 你會不會想要跟他合好 因為他這麼好 他這麼完美 然後你已經跟他分開一陣子 然後你在外面 已經就見過一堆女孩子 你還是覺得他好 你有沒有可能跟他合好 他就認真思考 他說這個 大概十秒過後吧 我就看他眼神飄過來這樣 然後我的眼神是 他這個時候會獨眼神耶 他說 不可能 是不是 過去就過去 肚子都尿了 可是你知道當下 我之所以會想要問這個東西 我只是想要知道說 這兩個人在眼神 斷乾性的沒有 比重是什麼 是比重 就是他這麼好 那你現在跟我在一起 你會要選哪一個 是 對 只是這樣而已 對啊 那達明哥硬底子演員 這種題目 一塊小蛋糕吧 沒錯 沒有 因為我問的問題就是 長夜生人靜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如果再重新來一次 你還會娶我嗎 這個 這個 你問他啊 我問他 那他有逃掉嗎 還是 沒有啊 他就會說 會啦 當然會啊 這樣子 然後我馬上就很活大 你這樣還活大 對啊 那我就問他說 那你現在嫌個屁啊 為什麼我今天早上到晚 你就一直嫌我 說我這個東西亂丟 那個東西怎樣 那你一直嫌我 然後可是 我問你的時候 你又說會再娶 那你既然都已經會再娶我 你為什麼現在要嫌我 我真的覺得 我們很感恩娶到了好的老婆 我一直這樣 我一直這樣 哪有這麼火爆 對 不是啊 因為總是你會覺得說 問這種假設性問題 你會希望得到的是一個 很夢幻的答案 夢幻 你希望她怎麼回答 對啊 又有一個答案了對不對 在心裡 我會覺得 她應該把話講清 她說 我希望她說 我知道不是每一個女孩子 都是完美的 但是在我心裡面 我覺得只有我 才能跟你兩個人 在一起一生一世一輩子 所以沒有任何一個女孩子 能夠取代你 如果沒有你 我們也不會有現在幸福的家庭 所以我再來一次的話 我一定會取代你 她好長喔 妳不長喔 妳不長喔 我跟妳講 她第一句就說 為什麼妳雖然不完美 那妳就早就說 對 妳一定會 一定會 沒有 她有說 就是沒有一個女孩子 是完美的 我希望她是這樣講 但是我跟妳是最合的 什麼之類的 妳以上那一段啊 就算妳列印之外 她們都背不起來 太難了 不要這樣發自內心講 不可能 有點困難 我們來看女生想要暗示的 到底是什麼 其實女生是想要說 妳把別人看得比我重要 這是這樣 重的問題啦 對 所以我說 她希望是得到 她在你心裡面 是排第一的 有安全感就對了 對 好的 那我們第一名的 會是什麼呢 把做夢當成真的 什麼意思 把做夢當成真的 就是夢跟真實 她分不清楚就對了 是這個意思 我們問一下馬丁 有深切的經驗 有啊 這個我做個經驗 因為我老婆她本來 就比較迷信嘛 然後她有一次 她就是夢到 夢到我劈腿 然後還夢到 那不是夢啊 對啊 這是夢啊 對啊 這個是重點 可是呢 她起來 然後說 我夢到妳劈腿 所以妳現在兩個月 妳給我 妳下班後 妳就要去我公司這邊 來接我 我們要一起回家 然後我兩個月 不管我做什麼 我都隨身都要有手機 然後她搭 我APP 我馬上都要接 然後就是這樣子 兩個月她一直盯著我 一直掛著我這樣子 只是一個夢 對啊 只是一個夢啊 那賈士丁妳的女朋友 也做夢嗎 對 她也是 她很常常做夢 好無奈 她 我這個女朋友 她是 空姐 做賊還抓賊 所以她 所以她會 比我早睡 比我早起 然後她剛好有一次 早上大概五點起床 她做夢 有一次夢到我劈腿了 跟另外一個女生在一起 她早上五點打給我 五點喔 我大概 我大概 我大概十 十一點才起床 她打給我說 妳在幹嘛 在睡覺啊 不然呢 妳 妳在哪裡 我在家啊 我只有一個床啊 對 她說 她說妳昨天幹嘛 我昨天跟你聊電話啊 我剛剛夢到妳劈腿了 現在幾點啦 五點了 好無聊 妳 妳下班再打給我好不好 好 我愛妳 我愛妳 再見 電話一掛 旁邊就 我 剛剛誰啊 我媽 沒辦法 是我媽 沒有辦法 剛剛是我媽啊 剛剛是我媽 她夢到我公司的那個夢想打成了 可以劈腿 對啊 沒有 這真的是很難理解嘛 對 就是我相信你們 就是女朋友一定會就是 遇到這個情況過 多少都有 對…多少都有 我覺得可以做個認真的統計 對… 我的比例應該很高 但是就是 比如說好 夢到 對我發脾氣沒有關係 覺得她好可愛 感覺就是她很愛我 但是最後就是高神就是說 我不是跟你講過 你都沒有讓我放心 都沒有讓我安全的感覺 就是變成就是很… 就是掩飾的吵架 本來就是一個夢嘛 就是笑一笑著就OK 但是他們一定會說 我不是跟你講過 你都很沒有安全嗎 我覺得這個 難道她自己做夢 夢到我跟別的女生 為什麼還被罵 這我們很無奈耶 因為這是日遊所… 日遊所思 夜遊所夢 她覺得她平常就是 一直很害怕妳會怎麼樣 是…對… 但是問題是 是…妳講得沒錯 但是問題是 我沒有做壞事啊 我也是那種 日遊所思 夜遊所夢 因為其實我老公 她是做公關行銷的 所以她每次 幫人家辦活動 可以看到非常多辣妹 然後模特兒或藝人 或是看到那些裙子 都露到屁股大 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就每天都覺得 她應該跟人家怎樣這樣這樣 所以到… 我嚴重到我… 就做夢也夢到她應該是有跟人家 傳APP或LINE 醒來的時候我就會跟她說 手機給我看 後來我發現 因為我太沒有安全感了 我連她跟男生出去 我都覺得 對… 太無敵取鬧了吧 妳都會懷疑到她摸男生屁股 連還摸她都有 後來我老公回來的時候 就跟我說 你知道嗎 我剛剛跟朋友出去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朋友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因為我老公也對我影響 對啊 因為我就覺得她老… 也覺得她朋友應該對她有興趣 因為我就太嚴重了 所以她後來就… 為了說服… 就是為了讓我安心 就是每次有可能要她去工作 或是她要跟人家應酬的話 她就會帶我去 對 這樣比較安心 對 比較安心 對 比較安心 我是不敢講我 對… 怎麼樣妳有多胡鬧呢 沒有 因為我覺得我真的是 因為我以往交男朋友都是看外表 是 她一定是就是那種 又高 然後大家很愛很流行的那種 對 然後但是因為她這麼樣的受歡迎 她們這麼受歡迎 所以平常身邊就會很多蒼蠅啊 什麼的 然後妳就會沒有安全感 我覺得就是來自於沒有安全感 我就開始懷疑 然後有時候睡覺就會去夢到 比方說 她我覺得有曖昧的對象 跟她發生什麼事情 或者是跟她拍照那個女生 跟她有曖昧 在夢裡面就會有這樣的情景 然後妳嚇醒之後 的那一瞬間 其實妳那個整個人是 在一個無意識狀態 妳可不可以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所以我當下第一個反應就是 就哭下去了 她睡著嗎 她睡著了 她就莫名其妙 她一顆牙掉了 妳幹嘛 牙都斷了 妳爸 什麼 就是夢還是真 先打再說 然後她之後會想要跟我吵架說 妳可不可以不要每次做夢都用動作 就是真的 真的 我會懷疑妳 所以妳要讓我有安全感 我還不 我還不退喔 就我還是很 妳們做這種 妳們都不會承認自己錯對不對 我不會錯 妳們都會認為說 這就是一種 是這個意思 對 有一次牙籃也是這樣 我睡著睡著 睡著後我突然 她被打巴掌耶 巴掌拋下來 她平常不是這樣的人 當然 但為什麼這樣 怎麼會是腫了 紅了 我說幹嘛 我剛剛做了一個夢 妳夢到什麼 我夢到你摟了一個女孩子 說要跟我離婚 我說 跟我第一次 對啊 對啊 我怎麼會是 我不是在你旁邊嗎 我不是睡得好好的嗎 對啊 不是 我會做這個夢 一定是有徵兆 這上天老天爺告訴我 你一定有什麼 什麼偷吃的行為 有什麼問題 這就是一個信證 我說 做夢 它就是一種虛幻的 它是虛擬 很真實 無中生有的 我跟你講 妳非常真實 真的 其實有一個夢 我一直以來 都是每隔兩三個月 就會夢到 就是大海嘯 我夢到 我在 然後我前面是看到 宋達明在我前面跑 然後我就一直在叫他 宋達明 然後他就 然後爬到那個山上 因為海嘯來了 我們就要往高的地方爬嘛 對... 然後我就看到 高山你知道 可是是那種岩石的 要用攀爬的 然後我就沒有力氣 然後我就沒有辦法爬 然後有一塊石頭很大 我就想說 我剛好可以 就抓那個石頭 就可以爬上去 結果就有人 幫我踹下來 結果我一直抬頭看到 就是宋達明 你知道嗎 結果整個就 氣醒了 我這次活生生 被我那個夢氣醒 我醒來第一件事 我就是 踹它 狠狠的把它 踹一腳 你知道嗎 它還是被我踹到一個 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真的好難做喔 打開一下 難怪你知道 洪水龍馬再來 什麼 洪水龍馬 洪水龍馬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暗示是什麼 就是在日常生活中 你沒有給它足夠 所以晚上才會做這樣的夢 其實有時候 男女之間的暗示 誰聽得懂呢 對不對 想要加和萬事興 多講兩個字 讓對方了解你的意思 好不好 贊成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二分之一場 下次見 拜拜 二分之一場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月份 開啟紅 進